好了,接著就到下面了 下面就講了52題 第一步先,你看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看到我們step zero就會講 你將那個輪邊連起它 這樣的時候你會發生什麼事? 其實你已經看到有一個圓內接四邊形在這裡 好了,那你看到有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圓內接四邊形的其中一個特性就是 你將對角加起來是180度 所以這隻角原來是124度 其實你都沒有做什麼 已經差不多有很多資料在這裡 然後你看看圖片 它說這兩條片是等於的 等於三個零底角相同 所以旁邊這隻是56度 我現在不是要這隻,要整隻 整隻的話我們還有什麼資料未用呢? 看一看,你等於這隻角 這隻角實際上是180-256 即是68度 這隻是68度 然後還有什麼資料可以用呢? 老實說,他說 B是AC的中間 所以AC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中間的 原來這隻的圓是一樣的 等狐呢 我們有四個角,圓心角,圓舟角 但是我們很少會說會等狐對等狐辰 特別你也沒有長度 你也沒有圓心 所以我們現在只剩一個選擇 就是等狐對等狐 那等狐怎麼等呢?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角對著這段弧 這個角對著這段弧 大家一樣,圓周角會相同 所以這個叫124 剩下的兩隻就叫10-124除2 即每隻叫28度 旁邊這個叫28度 應該是四字尾,所以答案就是A 明白嗎? 整條題目是這麼說 但其實我們都是用剛剛說的流程去做 即是剛才Step Zero永遠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如果你剛剛沒有練 或者你練完都不太發現到 原來四邊認的時候,你就會有點卡卡的了